我們面對不同人 可能有時候很內向 有時候很外向 所以我覺得立體跟平面 它好像也可以去表達說 我們人內在的意識 在不同狀態下是有不同面向 是 所以我就把我一直以來的 《一隻遊戲》系列 王后童系列 我去把它變成立體的造型 王后童在我們小時候看的故事書 童話書 其實它都是很聰明 很智慧的象徵 那它是雅典娜女神的化身 它是一個很好的意義 那它在自然界裡面的存在 其實它是非常勇猛的 那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 像它一樣在藝術這條路 是可以勇往直前 不忘初心的 是